本期節目由專業日本代購商店 發條小鋪贊助播出 每天日更最新日本潮物等你來逛 大家好,歡迎收看本期好久不見的迦勒底日誌 經過長長長的漲草期之後 總算是開啟了2.4的新主線 那我們就來看看有什麼新玩意兒吧 首先是系統上的更新 1.一部分關卡NPC支援將會附帶禮裝效果 像2.4主線的NPC就有50NP起始與50NP獲得量UP的效果 期待往後會有更有趣的禮裝效果 2.主線例行性的新素材 我只是想吐槽一下這個劍啊,很啾啾 3.辦禮裝以後將無法被吃掉或賣掉 之前在弄丟辦禮裝的朋友 營運會把辦禮裝補一個還給你 辦禮裝以後也不會佔用到倉庫的格數 4.智慧排序的小修改與可過濾禮裝肥料 嗯,就這樣,沒有第五點 為了因應2.4印度藝文帶 三位印度角色模組也有了全面的更新 身為印度廚的凹獎也非常努力的克制 是心中的悸動呢 隔了這麼久的長草期啊 那麼這個主線評價到底如何呢? 浮雲我整體的評價是 很豐富 演出上的表現也很用心 用心是無庸置疑的 不過長草太久啊,也是事實 還是希望營運能夠拿捏好活動的安排啦 新角色的部分一次推出了四位男角 是新女角的兩倍哦 可以說本帳是女性福利滿滿的章節吧 第一池有三位角色 皆為常駐 五星Moon Cancer偉大的石像神 真名為加尼薩 是財富智慧之神 本帝是Extra系列加尼納的廢柴玉主吉納可 深幽是幽木幣 也是真正意義上的3D模組從者 他是第一位非限定的Moon Cancer 也終結了BB的Moon Cancer獨佔現象 以後抽BB也會被GANK啦 吉納可有著全五星最高的生命值與最低的攻擊力 技能有嘲諷、隊伍增傷與產星 可以給隊友上無敵與NP獲得 但會給予技能封印 除此之外還有全體加20NP的效果 寶具有傷害還有無敵與補血 非常的坦 定位為坦肩補助 因為寶具有傷害又能補NP 並且不容易被克制 可視情況當藍卡隊的坦肩打手 但因為吉納可的攻擊力是全五星最低 加上傷害幾乎為白字 所以即便有傷害又能補NP 也最好別期望能夠拿來周回 雖然NP的回收效率非常差 但在藍卡隊中問題就會縮小 強度的話看看就好 接下來我想說的是他的個性 吉納可不是FGO第一個有宅屬性的角色 但卻有空前的肥…豐滿屬性 雖然我沒有被打到點 但還蠻有趣的 沒想到Type Moon會願意開發這種冷門的小眾市場 真不愧是多元發展走在時代前端的Type Moon啊 不說這個了 你知道吉納可的語音瘋狂打破第四道牆嗎 來請看節錄 早安 我好想要再輪 如果是 是 是嗎 啊 我還想想要被人的自己的那個 我還想要再輪 我還想要再輪 我想要再輪再次輪 拉克史密 巴伊也稱作詹西女王 浩吉的聲優 首次登月 欸,這也長得太像珍… 噓,你們先別吐槽啊,我也是跟你們一樣的想法 他是印度第一次獨立戰爭的領導人,也有著印度珍德的稱號 再看看他的辦資料,跟珍德完全一樣的陣營與身高體重 還有這個祖傳外骨骼,甚至藍鬍子也會將其認成珍德 沒錯,舞內就是在挑明的跟我們說,他就是印度版珍德啦 浮雲成語小教室,山沖似德 只某個人山寨沖田又長得很像珍德的時候,就可以使用這個成語喔 唉,這個千篇一律的構圖跟姿勢 還有老式爆炸的03服裝品味 舞內啊舞內,你真的是讓我又愛又恨啊 雖然是久違的綠卡劍光炮 但很可惜的,沒有任何NP技與綠放,連發條件非常的嚴苛 寶武佩尼路也只能有機會剛剛好達到50NP 無論迴轉或增傷都不夠 加上兩個技能都是機率性,必須搭配強化成功技,用起來的手感會有點卡 就算要當成炮灰使用,卻又有根性擋著,是定位相當微妙的角色 而不只印度版珍德的梗,他還有著幸運一簡的特色 是除去幸運問號的伯爵外,幸運值最低的從者了 三星Archer,潛龍點影系的阿恰 繪師高橋欽太郎 我覺得這次就畫得不錯 他有著好像是從老服那裡抄來的技能組 寶具自帶必重且有迴避特攻 相當炫炮啊,就只是機會不太容易遇到 是特殊場合的專武從者 除了以上三隻,還有三隻拆包出來的從者 估計會在二池開放給大家抽 分別是巴諸納、馬斯、伊神蛇夫座 巴諸納是巴薩卡版的阿諸納 有自衝、有增傷、有急心 還有一個對弱體特攻三回合 而這不是最猛的 而是他的寶具效果是在傷害前降對手的B卡耐性 這是什麼意思呢? 只要放寶具,對方就會100%成為特攻對象阿 哇,果然一文帶之王真的很強阿 四星馬斯特色不明顯,寶具是正面特寫的獎 重要的是蛇夫座 他會是第一個能全體充20NP的三星阿 還有NP量獲得上升阿、給隊友的更新阿、補血什麼的 在我看來阿,是非常值得抽的角色阿 除此之外,本章通關後還會贈送加爾納的超帥01阿 真的是女性福利滿滿阿 最後是週年相關的情報 今年的週年主題是加勒迪樂園 恩,律師函警告 陸陸續續也有很多角色例會公開了 終於有咕哒咕哒系列的角色了 沒意外的話會是紀念禮裝自選的部分內容 拜託一定要有重點好嗎 那麼以上就是本期的加到底日誌 這次把角色介紹的部分加大了 看看反應如何囉 我是浮雲,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